Hello 我是Elucklucky 今次講一講Marvel 第二等合作湊不湊好 簡單講回今次十石機 沒錯十石機超大消費 而角色方面是26隻 Skinpad方面有幾包 新角色五位全部不可以換 但可以買 首先是七星確定pad 然後是雷射眼確定padSkinpad 加上是狼人確定pad 再者是新的雷射確定pad BGMpad OK 全部是要買的 再者交換所方面呢 我們可以先看看 可以交換的角色是七星角色 但這裡沒說 總之沒有記錯的話 Captain Iron Man Marvel隊長 Spiderman 以及磁力王滅霸可以換 其他就要抽 好了 OK 今次先講講強度棒榜 全部26位角色 兼且每一位是四五個形態 所以今次的評價都花不到時間來製造 好 評級方面是分了S加S A加A 以及B級的 首先由S加當然是 當然的 S加方面 首先第一位是 DRI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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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來啦 新角色變身星7 魏俠阿 用法用回變身 定位是火光雙色的 變身後看回 火光雙色這打 在2.2撥存3圍兼半減之下等於4.4撥血 坦到有個新通脹啦 雖然綁機械系系難砌 目前和Ironman都相成高 畢竟另一邊是有追打 載者火力方面不用說 技能方面 是3cd system技 這一招是最大2倍血兼生成的system 即是變相這一位是通脹到8.8倍血的可以 雖然個人認為system目前是不必要 但假如可以system的話都挺神經的 但暫時未到必要 而武裝方面首先武裝1是機械追加 所以變相都是矮盒偏承向的武裝 而武裝2是轉火屬兼貫通用的 轉火屬之下變相綁回火屬 所以其他屬來計是不太對的 再加上技能半減盾都實用 雖兩把都OK 但最漂亮都是變身後 OK 感謝矮盒 第二位S格角色就是下面再下面的你 Spardman 用回進化前轉身都OK 定位是火或火光相識 進化前純火隊火力要完 覺醒30C不用說了 定級火力 最厲害是技能3C的非變身貫通技 同回目前的火隊例如九餅combo 什麼都對 十字都對 總之任何無貫通的傷性都對 而進化後袖還好 火編成解版用異議 轉身就是很漂亮的火光相識隊員 在雙10C六腰的超火力之下 加上3C的解角技 假如潛回解消珠的話 變相是全解角色 加上機械系之下 同樣都是矮盒編成的選擇 雖然這位Spiderman絕對是新的靈寵 而武裝方面 一是十字兼寸消武裝 技能位下幾都不錯 而武裝2是SB兼破雙級武裝來的 在覺醒多耐性之下是多個選擇 個人認為武裝2是漂亮少少 OK在下一位是沒有 S加兩位而已 而黑浦兩位都是昆蟲類的 矮加上蜘蛛 而下面是S級角色 S級角色方面 首先是新角色的雷射眼 用回進化前後定位水隊 進化前純粹火力要元 覺醒是類似Spiderman 310C兼大耐性漂亮的 而技能是5CD的解鑽 轉鑽兼解冠通技 所以同回水Combo 狗餅都是雙性高 今天解鑽兼都攻了向 而果然認為更加兩眼是 救進之後這個版本 周回射擊向 雖然覺醒是雙狗餅兼10C覺醒 超火力 而隊長也是擊減盾兼1000萬 最大一超美的配置 雖然攻略向的覺醒兼隊長 但意想不到的是非攻略向的技能 超射擊技 這一擊大約3500萬UP 所以上限可以很高 假如官方有心想做馬的話 之後的周回或者杯賽編成 這位即救進雷射眼 有機會是必須級的隊員 所以個人都很建議確保 而武裝方面 第一把是獨耐性兼加速 個人以為功能性不太高 武裝2就是轉水屬兼加攻 五下上強化 在水隊火力來說都是個新選擇 OK 感謝雷射眼 還有下面 第二位S級角色就是旁邊的C-Hook 用回變身是木隊的 變身後是木隊的Leader 覺醒不用說高火力 而技能都不用說是兩CD加回兼解所生成技 變相兩CD可以loop無限加回 同無加回的Hook偏成都相性高 而兩者之下大概可以是每一回合 合共有11顆木珠生成 近乎九餅 OK 而武裝方面是7C兼體力系 再加木串燒的武裝 都是木隊加攻的選擇 而武裝2是轉木屬兼貫通加血強化 同樣都是綁木屬的貫通武裝 這兩把都漂亮的 在下面S級角色的第三位 就是Dr.Doom 新角色每日Boss 選擇變身定位是木暗雙色 變身後看是木暗雙色Leader 畢竟隊長輕減3倍全3圍 又追打又加算 整個性能是全面的 所以兩邊敢搭都是建議 只是麻煩再惡魔綁定是煩一點 而技能是2C加攻兼生成loop 意味著火力上限可以很高 只是深珠生成方面要考慮 而武裝1是惡魔追加 變相都是每日Boss的偏承向 武裝2是轉木屬兼腰子 加上3回合加速之下 是木隊腰子火力武裝 功能性類似光車那一把 OK Dr.Doom 搞定 在下面就是舊角色 下一位S級角色就是Captain Captain America 美國隊長 用回進化前後 定位是水隊 進化前是純粹火力向 在30C多SB之下 還有暗艷耐性 覺醒方面是超全能 技能方面既人見智 個人認為功能性不夠高 而夠進後是水火的功能向 6CD技仍然是漂亮的 即攻略層面來說 激減加加回兼解落 依然是很漂亮的技能 加上這打是全屬性的輕減兼加算 變相用回多色隊長編成也對 而武裝有三把 首先第一把是水隊貫通用 也是火力向 第二把是堆血兼半減兌用的都不錯 而第三把是漂亮 平衡系三色雙血強化 加上激減兌三回合 這把三色隊的功率武裝很適合 所以個人是級越高評價這把 再NextS級角色第二位是你 Ironman 用回變身武裝3了 定位是火光雙色你的 變身後火光雙色隊長 依然都是 有輕減坦度高兩絲加算兼追打 隊長方面是全面的 唯一考慮是回不夠 目前這一刻和矮合雙性高一點 畢竟你一邊是有回 而最美是兩CD技多功能向 有固定生成兼手指兼加攻 這招個人是見兩隻loop 而武裝1是火隊貫通用 跟Captain那把差不多 武裝2是邪魔內聖向 有半減SB都不差 而武裝3是超級靚 看看是機械系加SB加強化兩顆 兼加速技 覺醒兼技能都是相當極之優秀 基本上是近乎超人沒比斯的性能 只是欠兩彎的激減盾 但在機械系加成下 個人認為是矮合編成的最佳武裝都不頂了 OK 最後一位S級角色 當然地不可以少得理 變身前非常可愛的Marvel隊長 GeptonMarvel 好可愛 選擇變身用定位光吸部隊 變身後是純光的leader 在3個全3個圍兼輕感不返後 和2環境接軌 完全connect 加上30C2環境火力 兩CD技依然都強度不變 依然都是強橫的 雖然想強化多些 但耗武二問手指兼加攻loop都不錯 兩隻loop是建議的 武裝方面第一把是7C兼防防光串燒 在純光隊來說是編成火力選擇 武裝2是防綁10-L戰這些解效果的用法 武裝3是新的 是轉光屬兼兩顆光全少 變相都是CN編成的最佳武裝之一 都不定了 好 S級角色還未完 還有你 下一位 磁力王 用回進化後武裝1-3都OK 定位是火隊 進化前是火隊的解版向 3CD技解版兼解天降是快 即是副效果沒有天降這下煩少少 而夠準之後是火隊的貫通火力 雙10師雙貫通不用說 火力夠高今4CD技不翻之後 解轉右加手指是適用的實用的 武裝方面第一把依然都是火隊發用性不錯的武裝 有防綁兼三血強化 變相是火版的火狐武裝兼上位選擇 武裝2是雙腰用還好 武裝3就漂亮的 是轉火屬兼十字加血 變相都是綁火屬的十字火力 個人認為適合目前的十字環境 當然是官方上推的話 好 最後一位S級角色押燭登場 當然你是大哥 Sanos Mipa 最後登場 選回進化後 武裝2 3到期 定位暗隊多色隊 進化前是暗combo火力 在6CD的6倍攻下 變相都是短CD大爆發來的 而進化之後是更加漂亮的技能 重力周回向 這招技目前是PND全GAME唯一的50% 50%重力 意味著可以一擊KO這個超根性 周回色性來說是極高 畢竟平時差一點watch關都是靠他 而武裝方面 第一把是防火暗寸小十字 這一把都是順暗隊的選擇 而第二把是SB兼神Q加7C 在神Q7C這個超火力combo之下 是神殺火力的選擇 假如龍Q拿的話是完美打爆白色關 好第三新武裝是轉暗屬兼7C用的 都是綁暗屬的火力武裝 OK 那S級角色是完全講完 最下面是A加角色 首先第一位是你 Hook變形合2 用回變身兼武裝1 變身後目隊這打 在3.1倍輕減之下 變相是4.13倍血 目前都是遊戲上位坦度 只是回復方面是非常依賴史Hook 這位就敢來評價就很難上到S級 但跟變形女合答是OK的 雙性極之高 而武裝1是SB兼貫通用 都是木隊貫通選擇 而武裝2是3 血強化兼橫牌 覺醒是幾亮眼的 武裝3是新的 體力系兼雙Q 今天特殊生成技都是用 OK 感謝DOTA 下面一位就是你了 7星的圍珠狼人 用回進化前武裝1-3 用回光隊 進化前有光核彈的隊員 在技能的5回合自動回血loop之下 入回聖賢王也是隊員後補 而進化之後是周回的Lead 在武天降加自動回血 並且技能是無條件22配攻之下 是周回向的技量 而武裝1是靚的 SB十字兼加速武裝 是第一把十字兼3SB的選擇 而武裝2是枝斗兼雙Q 火力方面是偏光橫牌或狗柄 而武裝3是新的 SB兼轉光束 在3回合加速之下 這一把變相是4SB轉光束武裝 所以狼人的武裝方面個人形象更漂亮 好在下面A加角色就是你 Dr.Strange 用回轉身兼武裝2 進化前是水隊隊員 在3CD加回兼解鎖生成都夠短 進化後是隊長用了 畢竟7秒手指是易用的 今天技能是破雙級3回合兼全解都適用 只是太長了 所以攻略就還好 新手向的 轉身版就是水隊發用向 在5SB配置兼火力雙10C都不錯 3CD技漂亮的是敵人轉屬 今天生成技都不差 畢竟這一招技在水隊來說都是不多技能 而武裝1是7C兼防魂的選擇 在加強化之下適用水隊 武裝2是10C兼加速武裝 好在下面下一位就是Penny Parker 蜘蛛女 用回變身武裝123都OK 定位是火隊 變身後是火隊工具人 畢竟變身前是6SB配置 所以SB壓力極低 而變身後是2CD解回解鎖 兼火心變換技 在2隻loop之下 變相安全感是大UP 和Ironman相性都對 而武裝1是10C兼雲內性加速武裝 武裝2是防綁兼3加回 是火隊不夠回時的選擇 而武裝3新武裝是機械系兼SB兼加血 個人認為都是矮合編成的武裝選擇 畢竟以環境機械類的武裝不多 好A格角色在下一位就是上少少的鳳凰女 用回變身武裝1 變身後是暗火傷色的 在5CD技全解兼陣之下 浩磨疑問是功能性高的技能 只可惜的是火暗傷色目前未入主流 之後難說 而武裝1是輕減Loot的武裝新選擇 1CD技繼承之下可以Loot 而個繩都蠻漂亮的 當耐性兼L字 武裝2方面是邪魔全耐性 還好 武裝3新的 SB兼2彎的三色陣感 都還好 在下面next one是Deadpool 死屎用回進化後劍武裝2 進化前暗隊火力向來的 3CD邪魔掉落 這招技都有特殊用途 而救進之後是火暗傷色十字響 在技能4CD傷十字生成確保 加上5倍攻爆發之下 技能配置是不錯的 而隊長技任意5消是追打 變相都是周回向的隊長技 而武裝1方面是這把 50傷強化兼防風跳用 還好 武裝2是漂亮 SB兼多耐性格4彎加速 是5SB目前費用性比較高的選擇 武裝3是攻擊系兼暗傳消暗加柱 變相都是純暗隊的選擇 假如惡魔系是完美 OKA級角色全部講完 在下面是A級角色 首先是Rocket 滿紅 用回變身武裝2-3都OK 定穩是火木傷色 變身後是木隊這打 變身前是轉隊長 變相同回大版面傷性高 加上在木燒火燒4顆之下 變相都是腰折向 技能5CD幾半減加血都是功能向 但覺醒太過頻弱 所以就不太厲害了 而武裝1是雙腰火力用 武裝2是漂亮的 轉隊長武裝 在L字兼血強化之下是不錯 19CD技和邦泰都是爭回合而已 只是這把是偏目隊向 而武裝3新武裝是SB防綁3橫牌劍4彎 這把都是變身隊向的武裝 4彎威嚇估自然是賣點 OK 而剩下的A級角色是五星 首先當然地下是新角色女的雷神 在本體非變身3CD貫通技之下 整招技夠短 只是鎖珠天降這下煩一點 而武裝1是神系的 並且光珠加成向光隊向 武裝2是轉光屬的兼十字 雖然這把都是火力向 以5星來說絕對是不錯的性能 而再者個人認為不錯的是你 下機啊 下機本體3CD解角技兼狗餅向都不錯 但個人認為更加美是武裝2 這一招可以自己轉熟的loop 我想全遊戲只有他一隻 加上6個戰鬥回復都有個賣點 所以這把個人是頗想玩的 而再者是武裝3新武裝是神系兼防綁 目前同類都不多 A級角色全部講完 最下面最後是B-tier B-tier簡單講一講 首先講回雷神 進化前是不錯的破雙級技 4回合連續 但鎖珠天降個人認為就還好 不太合用 用回武裝3比較好 是神追加兼光隊向的武裝 而再者是旁邊的大燈沙洛 本體方面是蠻S的 但個人認為用回武裝3 在這個雙色暗珠水珠加珠之下 同身限定雙皮賴都對 再者是風暴女 武裝2不錯 枝斗兼橫牌都是偏水狗餅向 武裝3就是光水雙色串燒 這一類都不多的武裝 最下面是黑寡婦 用回武裝2暗光雙色武裝 同類都不算很多 再者黑炮在本體8個加珠之下 暗加珠 變相特點都有 再者鷹眼 是本體的100萬射擊5CD 所以變相5隻編成的話 是完全可以組一隊周回射擊隊 而武裝3都是惡魔追加和暗傳消的 然後最後一位剩下了 毒魔 本體2CD的生成都不錯的可以Loot 生成方面有暗珠深珠邪魔珠 所以目前這一刻就不算易用 而武裝1是破雙級技來的 11CD夠短 只是邪魔生成注意了 OK 那角色方面全部講完 這裡26位角色全部講完 而上位的全形態都講完 所以評價方面都幾大量 那最後重點來了 這部機 魔法第2彈10社機 抽不抽好呢 個人看法是這樣的 首先整體來說 角色的性能都是優秀 特別是星6星7這一類強度都是保證 現環境的隊長兼隊員都多 即是這裡就這樣講 變形女俠、矮俠、每日博士、CM、Ironman 這些全部都是現環境的隊長技來的 所以強度方面是固自然有保證 而第二是複數持有建議 在全角色雙武裝以上持有之下 畢竟由5星到7星都是雙武裝以上持有 而舊角色方面幾乎是3個武裝持有 所以只是武裝竟然夠玩 加上高wear角色 星6星7這些多型態 即是Spiderman 3型態 CA、Captain雷射眼都是雙型態 雖然形態方面是豐富一點 變相複數持有都是建議 而第三個人認為不太好的是 新角色兼新進化太少了 因為新角色只有5位 而這裡的5位是全部都不可以換的 即是要逼著抽或者逼著買 雖然這個出發對第一彈抽齊的玩家好像我這樣 是有點不友善的 畢竟14個機司費這麼高 只追5隻新角色 個人認為都蠻扯的 所以評分方面整體是6.5分 6.5 over 10 個人認為未抽過的可以all in 抽過的話就all in少少少 雖然強盜依然都有 但新角色不夠多的情況下 評價方面就拉低一點 OK,那今次的評價片就到這裏 希望各位都有個參考 可以 喜歡這影片的希望給LIKE和訂閱我吧 我們下集中,掰掰